7點2牆鎮有多嚇人 仔細看 緊鄰玉里車站的鐵道紅橋 搖晃沉度肉眼可見 花蓮災情慘重 東線鐵軌山側也有巨石滾落 台鐵工程人員奮力 徒手推時的畫面曝光 但無奈鐵軌已經歪掉變形 我的天啊 太過髒了 真的 牆壁都裂掉了 姐姐 你看 好可怕 花蓮藍天麗池飯店的外牆 居然冒出小型瀑布 一旁大片瓷砖脫落 整個市區滿目窗移 知名公正路上的鋼管紅茶 梁柱正道剩下鋼筋 素食店大片玻璃碎裂 令人觸目惊心 校園也经不起如此规模的地牛翻身 噼里啪啦爆炸聲響 伴隨農煙篡燒 東華大學的理工一管 在大地震發生後 四樓實驗室冒火 還在燒 那邊還在燒 第一時間警銷貨報到場 但館內存有進水性物質搶救困難 華蓮女中多棟校舍 梁柱斷裂鋼筋露出 45年的綜合大樓最為嚴重 所幸這兩起校園意外都無人傷亡 就連花蓮空軍基地都成了強陣受災戶 多架F16戰機因為地震晃動 登機梯滑動刮傷機體出現小損傷 但空軍強調並不影響戰備 地震很大呢 整個剛好像海嘯一樣啊 強陣當下還有民眾直擊 海水退潮又立刻倒灌 一幕幕驚悚畫面 成了所有人揮之不去的噩夢 三立新聞